诶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稍分有想法 有点前 先开W等闪现 闪现往回推 感觉都不用亲了这个位置 最后Android是QA拿到这个一血 下路二连 哦有连两个好伤啊 但是反神台被走位扭开 铃铛不敢进塔敲 这波牛扛了下塔换血 其实换亏了 但中路拿了个一血 还一直被推感觉不太对劲 是吧 感觉Android很有自己的风格 就是跟英雄舞关 他是放线让打野来抓 应该要一闪了 都不懂我们 一闪 中 推到墙上 这就是Android的游戏风格 对 这就是Android的设计 清理大师 我先叫什么势敌已弱 对 假装打不过 结果你的人头还是我的 然后我打野来 是的 下路又是被厄非六四推陷了 这里还是要死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感觉要没了 看清了 清道 那主见台 好怪 他是不是觉得说队友在身边 他可以放松警惕了 但这波动的话 微博这边上路是没限的 这里阿K的位置 阿K过来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死了 哇 这波扫粉 这扫粉玩的有点好啊 这波 利用一个卡视野 他先是反了对方的野区 然后阿K再来野区找他 他想做一个演的时候 直接被他卡视野了 是的 就他这两波一直在上半区 小吴 没人啊附近 这么猛啊 这么闹玩的嘛 下路打起来 闹开了 主要看到了牛在上面啊 但这个位置阿K也来了 打一趟啊好像回不去了 阿K这个位置要被巨摩跟 厄非六四给收下了 而正面又魅惑到了 魅惑了一个闪现 第二段大过来 伤害够吗 波比逼东接一个Q 接一下狐狸的下一段R 最后狐狸刷新淋漠突袭 波比在康塔 直接拉出防御塔的范围 中路小短友已经0-4-0了 中路又死了 等一下 看下小吴图 是从后面推过来 又是三个人 是的 辅助也到了 就这么难受 就按抓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选不选冰女 真不选这个了 至少 对啊 真不选这个了 你说厄非六四的折镜 是A处是要回首的 如果跟回家了 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再飞回来 哎 要开了 正面这边牛头先把他都顶出来 但是阿K被打出一个闪现 而且昂在进去魅惑的过程中 被狂风给击杀了 波比一个大锤 飞了牛头之后 直接回身直指AD 把AD给击杀 这个时候小短友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他只能选择拉开 而狐狸这边大招已经好了 回身再一个Q刮完配合 换分的闪现AQ 拿到这个人头 直接踢了 踢得出下面那个位置 落一个开没开到 波比闪现壁咚 直指对方的阿K 阿K是没有闪的 贝罗魅惑 昂之谋好帅 进去魅惑到三个人 而正面这边等善在单方小短友 小短友交一个闪之后 阿K已经被击杀了 而且正面牛头也倒下 安卓这边刷新一个灵魂突击再上墙 凯南还没到队友呢 我队友呢 还有先锋 他这样伴随着先锋过来 要过至少一路了 而这边凯南一个万蕾天导影 直接在万蕾天导影 被狐狸给摁刺 这一波打完 安卓已经20层输了 突然间的一波 想一波 甚至可以一波 18分钟啊 这兵线已经到 应该拆不到 拆不到 兵不动 不对啊 这牛头送了 没线 没线 拆不掉 直接拿了个杀 当人头 往好地方想上 已经给牛头了 是的 王一直在野区 演戏 就一个人 打掉了 来不及了 关键是我等晒都没来 是最难受的 对于OMG来讲 就下路线被带 然后正面对面四个人 把大龙直接吃了 哇 这个 感觉 五个人终于都能推掉了 现在 伤害也低啊 伤害 来一波OMG是运营 Q闪直接被Soft 给坚定封彩 然后交闪先拉开了 正面啊 进去又魅惑到了后排 Abo这边往右边拉扯 但是等下现在 先把小五击杀 而且一个波比达锤 走了开大招的凯男 Abo这边还在拉扯 等下已经双杀入弹 安卓这边还在追魅惑 下一发什么时候好 小奶油这个位置 被神山拿到一个三杀 剩下一个恶非六四 好像也走不掉 中国人头 是被安卓给拿到一波了 今天 这把确实有点索然无味 对 没有怎么反抗 对中路不停的针对 让小奶油已经完成了一个 0-7-0的战绩了 他这个比我们那个痛苦多了 痛 痛 太痛了 以赌尔德 那让我们 恭喜微博 今天也是罕见的微博2比0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而且很快 是的 我就能从宝兰上次你来 上了一个长班 今天 对 今天很高 上了很短的一天的班 我们恭喜微博 这场比赛也是在前期稍分的 不停的安排中路的情况下 直接让对方有点少打击的感觉 刹得很开心 这把的伤害列表上 安卓是打了全场 以及全队最高的伤害 是的 在这边也是打到了1万4 维克托太惨了 维克托是惨 0-7-0 其实这把ABLE 真的在下路单线发育到中心 还是不错的 对 包括补到也有领先 其实辅助也是正常在 对 也玩的蛮好